前面好像说是比较高调 引发一场争议之后去当兵的阮金天 他5号要收假回部队了 他顶着这个类似像电影 他的电影这个邦嘎里头的和尚头 下午独自一个人快闪搭车 回到台中的成功领营区 灰上衣牛仔裤盯着小平头再戴上黑色墨镜 阮金天一身变装在下午1点左右 终于走出和徐伟宁的哀潮再度返回成功领报道 当兵物第一次放假 阮金天直奔艾潮 回应之前更不忘贴心的把艾潮的垃圾带去丢 虽然徐伟宁没有爱的相送 但阮金天一放假时立刻在微博写下爱的告牌 说这段完整的感情得来不易 他一定会用心珍惜 让徐伟宁成为心中唯一的小石头 也一定会好好保护他 阮金天当兵一举一动受瞩目 只是直到收假的最后一刻 依然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一台又一台的接驳车进出 阮金天是在车上还是从其他的入口进入 没有人知道 会许是近来太出风头 阮金天改走低调路线 不想要再惹真意 周年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